这三个话主要是表现色彩 像这三位我们有色彩的元老 色彩的大师伏劲 我要表现出我们对色彩的一种更细腻 更广泛的抑郁 并且放进了东方的一个预警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艺术上的一个特点 东方人是用水来画画 西方人是用油画画 油彩和水墨对我来讲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你可以看 我们前一代造物介助的群他们 他们在法国开始也画水墨 但是他们在油画的表现中间体现了很多水墨中间的空灵 水墨中间的那种西方人看不到的中国人的红尾 就是人家可以看我们东方人的画油画 跟西方人画油画有个截然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画的很流畅 流畅我们画的颜色不是干的 我们画的颜色是比较润的 所以从这个润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东方人绘画 最早绘画的一个传统思想 就是我们要有空灵要表现 所以这个在油画中间找到我们水墨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中西方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艺术的一个共同彩色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沉传颜色 我们需要把颜色在油画的色彩中间继续表现得更现代 我觉得我这个三部作品是我的一个世界 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 让西方人东方人都看到 这个颜色是我们人类命运的不同体 这个色彩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所以色彩是油画的灵魂能打动我们 所以我用我的自己的感觉 向这个三部师才大师自己 在这次文化艺术日 我觉得对油画艺术的成传 这个遗产的怎么样去翻译 特别是作为一个东方人 在西方生活了40年 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提示 是找到我们东西方大家的视觉共鸣 西方食材 能唤起我们对人类的希望 感谢您的支持 能否认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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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心转发 能不能转发 或计输 刘